讲到剉冰,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一般传统剉冰 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日式剉冰 在桃园有一家只有车库般大小的冰店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两位年轻的老板从喜欢吃冰到开冰店 店内布置到食材的制作,大部分都自己来 只为了给顾客好吃又无负担的享受 包冰上面淋上抹茶糖浆 加上饱满的红豆,摆上白玉,抹茶凍,抹茶冰淇淋 最后再大方的淋上炼乳 这就是这家冰店的招牌冰品,豪华与至金石 等待店员一端上桌,客人先拍照 再慢慢地享受那融化在嘴里的清凉 一开始上来的时候非常赏心悦目 那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因为融化 而就觉得味道变淡或是很苦很苦的口感 比外面的还要浓郁 它是甜而哺泥,然后吃了不会就觉得说有粉粉的感觉 可是它融化就很像抹茶汤就很浓郁 对啊,然后而且它汤源也非常好吃 因为大部分的食材都是手工制作的 冰店老板张玉腾说 光备料每天就要花四到六小时 抹茶它本身如果遇到空气 然后或者是遇到太阳日光晒 它其实是会编制的 所以抹茶的话我们一定要每天早上来制作 我们也特别有挑选好一点的等级 然后让客人吃起来不会有太多的抹茶的苦涩味 店内还有一个招牌 就是这个烤团子 为了要烤出好吃的团子 老板可是适合三四种烤箱呢 因为烤团子其实是日本一种传统道地的点心 我们是以现烤为主 然后烤完之后会再沾上不同的沾酱 放凉之后它也是非常的好吃 喜欢吃冰的老板 觉得传统黑糖剉冰太过普遍 再加上女朋友是日本人 所以推出日本冰 隐身在小巷弄里的小店 除了吧台之外只有三张桌子 店里飘荡着非主流的音乐 炎炎夏日 也许来点日式清凉也不错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说狭窗年节 台湾桃园报道